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家可以提告 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最新的这个新闻 这边有写内容是2019年8月15号 就是今天嘛 今天出来的这个新闻 那这个新闻呢 其实跟大家喜喜见过 因为发生的这个事情的地方 就是在天堂M的国际府 跟这种天堂国际府 也就是现在的天堂R 以前叫国际府 那这个的话 我们简单来讲这个案子 它就是有五个男生去骂一个女生 但是是用一些比较不雅的文字去骂这个女生 结果这个女生去提告 告了之后 最后法官判这五个男生 判处他70到30天不等的这个距离 这个的话是他的结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是什么回事 这边的话 他判决书是说 这几个男生 都是这个 跟这个女生 都是这个游戏局势下面的 这个天堂国际府上面的玩家 然后这几个人 他们是用了这些 这些 然后标记起来这些ID 标记起来这些ID 去玩游戏 那黄女的话 就是提告这个 告诉人 他玩的是这个ID 然后在游戏里面呢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里兰等五人跟黄女 是不同的对手 就跟我们天堂RM的 敌盟 或者是 敌对联盟 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游戏战斗而有局域 然后急于3月24号到5月8号 今年吧 这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而已 半年前提告今天就已经有结案了 算是非常的快 在游戏里面不特定人或多数人可以共得共闻 共见共闻之游戏伺服器中公共频道 公共频道或一般频道上先后张贴入骂皇女的留言 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先暂停一下 这个地方 其实在天堂RM里面其实就很常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大家在线上互相 你来我往这样子嘴来嘴去 那有些人讲话就非常难听了 所以基本上你每一句话打出来的这个内容都是别人可以去搜正你 那你也不要你以为你是匿名别人就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没关系 但是游戏公司知道你是谁 如果这一件事情如果是对方去提告报案的话 其实基本上要找到你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尤其的话现在很多都是这个电话认证啊 或者是你已经有输入什么一些一些特定资料在游戏公司 这个的话是可以被查出来的 但你也不要想说去逃避 因为现在游戏基本上很多都已经算是 有点类似实名字的这种感觉 只是大家没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想法 就是没有那么直接跟你说这个游戏就是实名字 所以呢要找到你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如果是在法律上的警察要找到你的话 基本上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对方报案的话呢 他当然可以去抓你啊 那因为这个公共频道 或者是一般频道 这个在游戏里面其实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尤其是公共频道 公共频道就是我们讲的世界频道 你只要是那种可以对整个伺服器讲话的那种 都是公共频道 那你只要在上面讲话 别人可以看到 那你发了这种不当的言论 对方就可以去 用看他要告什么东西 他就可以去提告你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利的证据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啊 他们就是 在这一个公共频道 或是一般频道上 先后张贴 露骂黄女的留言 所以 他们被告了 所以 黄女提告了 他们被告了哦 好 被告之后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这边 李楠等人露骂这个游戏角色 就是这个女生 好 讲了一些 嗯 比较不好听的话 你像这种 看起来好像只是隐色 有没有 这种有些都是隐色哦 这种 都是 其实是一些不雅的文字啊 那我相信 很多人都会用这种 呃 譬如说 像这种啊 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事实上 人家 人家都知道你在骂什么 那 这个的话其实 不要以为这个也是没有罪哦 这个其实 如果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可以知道这个意思的话 他其实 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 法律上的问题哦 所以 要小心哦 然后他说 骂了这些之后 公不特定 或特定 多数网友 浏览 而散步于众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在公共频道上面 或者是一般频道上面讲了 所以的话这个就讲不出来了哦 提供特定 或者是 特定多数网友上网浏览 而散步于众哦 而散步于众 其实 现在来讲 散步于众的方式 除了在游戏里面之外 大家现在都有赖群嘛 那有一些 八卦的事情 大家传的很快 甚至漏收别人的话 我那个照片传的很快 所以如果你在游戏里面截图啊 别人截图起来哦 把你 或者是 这些 呃 你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的个人资料 截图起来 放到网友上的话 其实 其实都是违反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其实这个散步于众啊 我们可以再讲一件事情就是 呃 所谓的 多数人哦 什么叫做公开哦 有些人以为在赖群组里面叫做 就叫做私密哦 就叫做 呃 隐私 就不是公开的 其实不是哦 好来看一下 这边的网页的内容 他这边写了说 网上的公开场合的类型哦 公司群组 这个是最常见的嘛 这个的话 只有两三个人的群组 这个其实是例外 但是基本上哦 你看一下 一个公司总有很多不熟的 只要是工作类型的这个群组 基本上就 不可能是私密空间哦 就不可能是私密空间 其实基本上 三个 只要三个以上的这个群组 他就不是一个私密空间 也不是所谓的秘密哦 然后事业群组 这个更不用讲了 事业群组是一大堆的哦 一大群人加入一个讨论群 这样的群 势必有人不相似 或者是彼此不认识哦 这样子的场合 当然也算是公开场合 所以 事业群组也不是这一种 所谓的 隐私 好 那 其实以天堂M的群组来讲 基本上已经可以 大家应该可以 可以理解啦 刚才我们这个两三人的群组 其实已经不算了 就是公司群组 已经不算是私密了 事业群组也不算是私密 那更不用说你们的雪蒙 你们的联盟 可能都有至少十几个人 或者是 近百个人 在上面这样子讨论 所以呢 大家传这些资讯的话 不要以为那是隐私空间 其实 那个是一个公开的空间 很多很多人 小编听到很多人 都以为这个就不叫做 就叫做隐私啦 就算你是传给你自己的盟友看 但是盟友也有可能会出卖你 尤其是在 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盟友也有可能会出卖你 因为你这一件事情 其实是 很违法的 那这个案例呢 再来讲一下哦 他是 最后导致这个皇女 在社会的评价 与人格尊严受到损害 所以皇女他提告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讲的这些东西 让大家听到了 那他觉得他的这个人格受阻 所以他去告了这个 防害民欲罪 防害民欲罪 他去告了这一个 这一个罪名 所以 最后是成立的嘛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的ID是匿名的 或者是你的ID是匿名的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那其实 这个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是没有违法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法律曾经有判决过的东西 这边来看 法院认为 脸书上的画名 这个是脸书啦 那你可以 把它 换成是游戏哦 这边 脸书上的画名代表 个人在网路上的标记 网路虚拟世界中 也有所谓的评价存在 可以连结到 使用者的人格 所以即便是画名 媒体一样 反正就是一样侵害 某一个人的名誉权 所以当初他提告的这个 就是 应该说 被告 哎哎哎哎 告诉人哦 告诉人他 探局的胜数 这个的话就跟你这一次的这个案件 有点一样 然后再来这一个 这个是在玩手游的时候 被对方阵营的男生用什么性器官来入骂 巴拉巴拉巴拉的东西哦 他是说 也就是说大概知道这个账号是谁的话 骂游戏的角色跟骂本人就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 B 你就是 被骂的那一个人胜数 好 那这个的话 应该 应该有一点感觉了吧 好 很多人在游戏里面骂 他以为 嗯 我不知道你是谁 好 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子 这个是我实际看过的 好 有一个 呃 曾经是我们联盟的人哦 那他因为在 在这个游戏里面有跟大家有点争执 结果人家就收 漏收他 好 漏收他之后呢 找到了 好 找到了之后呢 他把他的名称 他把他的名字打在我们的世界评上面 好 那我们就是 他比如说叫零叉叉这样子 零叉叉 结果他就开始骂了哦 他说 诶我没有针对你啊 我怎么零叉叉这么多人 你怎么会说这个是你 你为什么要对号入座 好 嘴巴讲得很开心 好 结果后来呢 后来他们在法院上见面了 好 那后来 这个 小编去问了一下 他说他其实没有要告他 好 这个当然是 最后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场 因为 有些人他说就像这样子 有些人就是喜欢在这个网路上 好 嘴来嘴去 但是 约出来之后呢 好 大家就是 诶 反而约出来之后 感觉是不一样 游戏里面一个样 游戏外面 诶又一个样 他的意思是说 诶他 他希望 好 多多认识一些人 可以交点朋友之类的 好 那 后来呢 这件事情当然就 完美结束了 因为 呃 我认识的那个 我们那个 联盟人 没有要告他 好 他们最后就是和解 但是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这么的圆满 如果对方要坚持 要跟你来 走到底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 如果说你在线上有路骂人的话呢 他这边有写说 除了可受公平的这个公众论论或公众利益的事项以外 只要你有传播资讯给别的人 好 这个就成立 就成立诽谤 就譬如说 诶你 讲了对方的什么问题 你不是跟你朋友讲 而是你公开讲 那 别人告你诽谤的话 其实 这样子的话就是 有可能会造成 好 那即使说 有些人会用这样子嘛 说 诶我梦到的 这个也是无法规避责任 好 这个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这些东西都是 已经曾经在网上发生过的 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到你身上 这种法律的东西就是有机可循 那只要别人有 碰过 你就有可能碰到 那别人有被判决过 你就有可能被判决到很有东西 不要想说 诶有些法官是不是会听我 不一定有这种事情 除非你真的可以买通 谁谁谁谁 好 那我们回过来再看这一个新闻 那最后呢 这个 他们是在这个收证之后 向台中地检署 就提出嘛 好 然后 李南这些人呢 否认犯案 那检察官就不予彩性 那最后这边法官有说 李南等五人已经有 已经是成年人 而且一定有社会的经历 而且明知道在网路上 应该彼此尊重 不应该 因为这个网路的隐匿性 然后随便的用这个言论 来攻击或者是贬低他人 也不能用这个言语去辱骂他人 但是他们 这个明知固犯嘛 明知道这个是不行的 却是利用这种网路的这个便利性 或者是无远福建 就是我只要在任何地方 我就开起来就可以骂人 所以 最后到造成这个皇女的 一些不舒服 所以 最后呢 当然就是被判这个拘役 那后来他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譬如说 脚步耍拔环 去替大家这个不知道 但是 这个新闻可以跟大家讲的 就是在网路上讲话 真的要小心 不要想说 你可能成一时之快 然后 就把整个事情搞砸了 让自己 陷入这个 你可能要跑个法院啊 怎样的 接到 传单的那一 那一瞬间 其实你人是不舒服的 因为你 玩个游戏而已 也要玩成这样子 真的 所以 建议大家真的 那个 就算要吵架也要用 比较高阶的吵架法 而且这个没什么好吵架啊 就是天堂不就是打架吗 那打一打 大家打一打 当个好朋友啊 就 不要这样的吵 那这个的话呢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毕竟离我们实在是 太近太近了 就在我们隔壁而已 这件事情 提醒大家 那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小编按 赞 订阅跟分享 那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